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月星的支持 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频道叫你好八卦 将会以全新的视角问一报道 更多更爆的娱乐新闻 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并关注订阅我们 11月7号据港媒报道 澳门娱乐大亨洗米华 本民周周华斩断与小三Mandy的情思 二人分手的导火线曝光 Mandy被流放海外 洗米扫程惠玲也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稳坐昭泰宝座引起网友关注 2014年Mandy公开承认与有妇之夫洗米华交往 同年11月还流出了Mandy为洗米华化身人肉坐垫的片段 随后二人公开签手先生 毫不避讳二人的亲密关系 自小三Mandy出现后 洗米嫂和她之间也是明争暗斗 常常晒照片互相嘲讽 当年洗米华携洗米嫂出席活动时 证实已经怀孕四个月 不多久呢Mandy也是自爆怀孕消息 怀孕的Mandy还晒出性感泳装照 秀身材 洗米嫂也不甘示弱 携大女儿拍孕期写真 Mandy曾经十分受洗米华的宠爱 虽然远居在英国 但是洗米华频繁地打飞滴去陪伴她 更是被记者拍到二人一同现身医院做产检 在Mandy怀孕期间 洗米华是照顾周到非常贴心 洗米嫂陈慧玲见小三Mandy已经换上宝宝 便表明不会与人争 更直接提出了离婚 不过洗米华坚决不肯签离婚协议 2016年Mandy为洗米华在产一女 同年洗米华呢 在派对当中拢着洗米嫂大唱 爱我别走 她高呼 我只有一个周泰 可见啊 正宫之位啊 无人能替代 Mandy为了套牢洗米华的心啊 为了三年抱三娃 想要母瓶子贵成功上位 洗米华也是一个十分贴心的情人了 在Mandy怀上二胎时 她还大半派对为其庆祝 然而以为自己生下三个小孩 应该胜券在握的Mandy 却发现洗米华不单没有要和洗米嫂离婚 反而十分积极地拯救自己的婚姻 这让Mandy很是受挫 因此经常和洗米华吵架 两人之间的隔阂也是越来越大 就在今年年初 Mandy再一次要求和洗米华结婚 还表示自己牺牲了很多 为其生了三个小孩 但是洗米华拒绝了 这一次大吵让双方关系变得更差了 原本每月定期去看望Mandy和孩子的洗米华 也减少了去英国的次数 最终两人还是分手 结束了五年的感情 经洗米华和Mandy双方协议 三个小孩由女方抚养 洗米华会负责所有费用 同时可以随时看望死女 不过分手有条件 洗米华为了顾及正宫洗米嫂以及家人的感受 要求Mandy继续留在英国生活 不可以高调返回香港 毕竟是为了自己奉献青春又生了三个孩子的人 洗米华表示愿意负责她和子女日后生活 据悉洗米华以三亿元做补偿费 并私下把英国五间公司转赠给了Mandy 另外呢 洗米华之前曾大手笔的送给她约 九千多万元的豪宅 Mandy今后是衣食无忧了 其实早前呢 就有预兆洗米华想要斩断于小三的情思 回归家庭了 近年来 她将大部分的时间都陪在了老婆 洗米嫂和孩子的身边 全家一起出游度假 非常开心 此前大儿子周伯豪生日时 洗米华为其搞生日宴 一家老小一起庆生 不少全家福留出 很是幸福 洗米嫂频频晒全家度假帐 秀正宫地位 这也让Mandy沉不住气 想要提结婚的原因之一 急切想要身份的Mandy 最终只换来了分手的结局 港媒指 洗米华有意让洗米嫂晒帐 刺激Mandy引发争场 然后顺势提出分手 结束感情 这一手段还真是高明啊 这一边洗米华呢 刚刚被曝于小三分手 另一边她就大张旗鼓 为正宫洗米嫂办生日派对 一家人齐情生 她还和儿子周伯豪一起 左右夹击 狂亲寿星洗米嫂 这一家子的感情是真好啊 难怪Mandy生了三个小孩 都不能扶正了 当初爆出洗米华 出轨恋情的时候 洗米嫂眼睛融不下沙子 准备离婚 有媒体猜测 一方面洗米华不愿意离婚 另一方面 小三Mandy逼迫洗米华 成婚太着急导致分手 三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纠缠了几年 如今终于有了答案 小三带着孩子在海外生活 洗米华浪死回头 回归家庭 洗米华会负责Mandy孩子的 所有费用外 还给她一笔三亿元的 巨额分手费 可谓没白跟她这么多年了 但是附加条件是为了减少对洗米嫂的刺激 Mandy需要留在国外 终身不能再回香港 正是洗米嫂大摆宴席庆祝生日节日 不论洗米嫂庆祝的行为是真的聚会 还是像曾经的家庭破坏者Mandy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洗米嫂陈慧林是最后的胜利者 三个人的感情的罪魁祸首 就是男主角洗米华 她的反复与纠结 导致两个女人曾经都过得不快乐 连带着双方的孩子 也跟着被网友和媒体关注 如今重回正轨 不知道情场浪子洗米华 以后会不会闹出其他的感情幺蛾子事件 暗示我们不得不佩服洗米嫂的格局和魄力 能够镇住花线的洗米华 恐怕也只有洗米嫂了 说到为什么她会回归家庭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洗米华骨子里 还是一个传统的男人 对于家人来讲 她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传统家族之人 她注定是离不开父母的 而洗米嫂这边虽然是后嫁进来的 但她其实与大儿子关系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 还是获得了洗米华全家人的支持 尤其是洗米华的父母 这是她能赢的最关键地方 忠实邪不胜正 长达五年的豪门三角链 算是结束了 洗米嫂陈慧玲首得云开建月明 洗米华是真正回归家庭 这也算是个完美的结局了 前段时间 洗米嫂前往时尚之都 巴黎出席时装周活动 洗米嫂现身时排场不逊于艺人 毕竟身为赌场大亨了正气 她有的是底气跟自信 洗米嫂其实为人谦逊又温和 她的妓子周伯豪曾爆料 自己与妓母洗米嫂相处 没有年龄差 对方一直待她如朋友 令她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 作为洗米华的长子 周伯豪近日接受了某社交账号的访谈 谈到了许多她与父亲洗米华 私下相处的细节 暴露了一些赌场大亨 洗米华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 周伯豪空向某社交账号与网友聊天 分享她一路以来的先路历程 其中周伯豪谈及父亲洗米华时表示 是父亲洗米华教会她男人 要学会承担责任 周伯豪在直播中自爆 早前自己与家人关系不太好 因为当年读完中学就去创业 家人对她的决定很事不解 对此周伯豪解释道 那时自己一直不是很好 觉得许多人都不理解她 也曾迷失过 周伯豪是洗米华与前妻的儿子 或许周伯豪那个时候 正值内心失落时 无法自然地融入新家庭也可以理解 她坦言当时读完中学就去创业 主要是很想让父亲洗米华认同她 她出去学做生意的目的 是因为觉得老爸是个成功商人 自己也想要超越 从周伯豪的话语可以看出 她内心还是很有追求的 现年26岁的她 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看到洗米华当年做生意的窜红速度呢 内心想要清出于蓝 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时宜是意 世道不同 洗米华能够从赌场 一位普通职员做到如今赌场大亨的地位 这种成功案例不是人人都能复制 即使是她的儿子周伯豪意识不能 但开始明白过来这一切的周伯豪 最终与洗米华关系和解了 她表示后来她懂得父亲的不解 跟不支持 其实是为了她好 明白家人其实是很想要她 让她先学会做人的道理 再做生意 自此后 周伯豪与父亲洗米华关系就越来越好 同时周伯豪也吐露自己 是这样看待家庭与事业两者之间的关系 她认为家庭重于一切 事业可以再拼 但家庭不可以 周伯豪还坦言 若是有人绑架 让她在家庭与事业当中二选一 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家庭 看来周伯豪外表粗犷 豪放 内心细腻温和 周伯豪还表示自己很感谢 是父亲教会了她 男人要学会承担责任 要有一定的担当 又强调应该要家庭重过事业 所以周伯豪的这句话呢 让不少网友看到表示费解 坦言 若是洗米华教会她生意经 倒可以理解啊 洗米华教她男人要学会承认责任感 反倒有些诧异了 还有网友表示啊 都知道洗米华与Mandy之间的情势 更激发的洗米嫂曾动怒决意离婚 洗米华呢 却如今仍是与Mandy纠缠不清 更与对方剩下三名子女 还经常的缺席家族聚会 逗留在英国陪Mandy 周伯豪的话语 似乎更像打脸父亲一样 这种着急替对方撇清 竖好男人形象的人设啊 为父晚尊 真不适合洗米华呀 不过周伯豪或许并无此意 他的本意呢只是讲述日常周 与父亲相处的点滴 他眼中的有担当 或许啊只是指洗米华为人 敢承担责任 并非是指感情方面 但不管怎么说 周伯豪这一通表白父亲 还是起到了不少良好作用 抛开劈腿出轨不谈啊 洗米华为人跟事业 还是很成功的 看得出洗米华对待子女都很关怀 不只是长子周伯豪 还是与洗米嫂所生的女儿 亦或是与曼迪所生的子女 讲述的过程